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 来 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俩结婚的时候知道年龄差距有点大 但是没想到后来会带来困扰 我觉得结婚以后就该有结婚的样子 不能天天这样下去了 可是我还是愿意玩 她现在却总是不满意 我希望她有一些改变 要不然真的不知道咱们继续了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男嘉宾韩先生来自天津三十六岁 职员 女嘉宾冯宇十二十三岁 来自天津代业 欢迎两位 这就算老夫少妻 是吧 大十三岁 是吧 对 现在还没工作呢 还没呢 我看小片里说这个婚前是一起玩 是吧 婚后你的重心开始转移了 奔工作去了 这心里也不舒服 你好 你也觉得这个有点不舒服了 是这意思吧 是 是 是 所以今天来想解决什么 问问妻子吧 就是她不陪我 就是我俩搞对象的时候 她每天陪着我哄着我 然后结婚之后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 这个我知道了 你今天来是为啥 就是希望她能多陪一陪我 好好好 你们俩是咋认识的 我们俩在猪肉吧认识的 她追我 然后就被她骗到手了 哎呦 我说的骗到手都说的那么甜蜜啊 追了多久啊 三个多月吧 你们俩这个说要结婚的时候肯定父母不同意吧 嗯 因为我妈妈不同意 因为岁数差的太多 我妈就担心我被她骗了 哦 你现在觉得你妈的担心有道理吗 还好吧 都谈不上骗 只不过就是感觉变了 感觉变了 你家人同意吗 一开始我妈也不同意 为啥 姥姥后来劝妈妈 说啥 就是孩子喜欢你就不要干预 对吧 你不懂年轻人的感情 哦 好 好 姥姥很开明 反正就两人玩得挺好 谈恋爱的时候应该特好是吧 对 结婚之后呢 结婚之后就是我喊她出去陪我玩 比如说她下班了 我说我接你去 或者你下班直接来我玩的地方来找我 然后她就不来 每天都在家就是打电脑跟她同学 为啥 骗到手了 也不是 我觉得就是一个男人结婚以后 不能跟以前一样 还每天玩 嗯 然后呢就是每天我工作要比以前拼很多 不是跟你同学打电脑吗 嗯 很少 不是她说的那么严重 哦 回家还有工作了 你们家谁做饭 嗯 我做 有时她做 有时我做的少 哦 我看她还挺甜蜜的嘛 就是她不陪你玩了是吧 嗯 除了不陪你玩就没别的了吧 对家庭方面就是她比较懒 不怎么干活 你不是说男人有责任了吗 刚才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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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做饭我刷碗 哦 洗衣服 嗯 嗯 衣服都裸下 不是 这两个人还好吧 嗯 应该还有时间出去玩玩嘛 干嘛不玩呢 那么极端呢 也不算极端 帮助 gluten 异道 车 异道 吴 喝 灯 滯 赚 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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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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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皮的了吧 刚开始的时候 每天就是十点左右 给打电话回家吧 早点回来 不安全 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催 后来就逐渐地变成了 一个短信一个短信的催 再后来就是 把回家完了就完了 那你不怕失去他吗 不是 因为就是可能我们以前 就是也是玩到比较晚 有时候就是 没控制住自己 可能回家确实晚一点 但我跟他说 就是你陪我一块 就是你如果就是嫌转天上班的话 咱可以早点回去 就是他死活不陪我 这些挺挠头的是吧 压力大吗 生活 压力大 房贷 房贷 车贷有吗 车贷没有 车贷没有 就房贷 房贷 一个月挣钱 大概多少要付房贷 很多一部分 还有我父母帮我付单一部分 房贷小一万块钱 那你应该入不付出 对啊 还吃着爹妈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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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负担了一部分房贷 就平时不会要钱 那我明白了 你知道这情况吗 知道 工作去啊 帮忙啊 我也不是说 就是一直想当个家庭主妇 一直这么玩下去 就是说我想就是 就是过一过再 不是 过到什么时候 你跟他有这么交集的说过吗 说过 说很多次 但是他可能不理解 我觉得还是年轻吧 像他这么大的时候 我说 Energie判断 他可能不理解 他那么不要 他们都没有 对 然后 也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然出去玩有些 你看OK吗 但是周末的时候 他在家不上班的时候 我就是都会在家陪着他 就不出去玩了 多不容易啊 您的工作就是游玩啊 行 我能够理解 都别着急 其实可调嘛 现在实际上面 对男生来说 进入了一个婚姻状态 对女生来说 还在爱情状态里呢 这个之间的一正一反 出入可就大了 男生要的女生那个形象 完全是颠覆掉的 女生想要的那个 就更没有了 曾经可我一起玩 一起疯 一起浪漫的男人 去哪儿了 对吧 调整一下吧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好吗 好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文件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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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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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一个家庭传递到另一个家庭 你看这姑娘 她从她自己的原生家庭 击鼓传花一样传到了你这 你对她的那个照顾的方式 和她爸妈照顾的方式一模一样 几乎是一模一样 可能在你这还稍微都干点活 但是你看也不需要你工作 你也可以进行出去玩 也没有太多的要求 一直到三十多岁 快四十 啥也不会 没有怎么工作过 我真的我案例里面 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姑娘 从小就是各种玩儿 孩子呢 生了一个生了两个都有 你要问她会点什么 不会 每个家庭都把我照顾那么好 姑娘你听懂了吧 就你现在就是击鼓传花里面的那个花 今天你传到她这一手 是她现在因为年轻嘛 她现在可以包容你嘛 那花你可以当到什么时候 你的人生有意义吗 你对家庭有意义吗 你对你父母有意义吗 这个话我跟电视机前的大家说 就是我们人生为什么需要工作 工作不是为了挣钱 工作是我们对抗虚无的钥匙 虚无是什么 虚无就是意义的对立面 我们人生意义的对立面叫虚无 当你的人生没有意义的时候 你就会被虚无吞没 现在你的被游戏 或者被人际关系一次又一次的感官自己 你的情绪被一次又一次的调动 调动到一定的时候 那些东西无法再调动你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彻底陷入虚无 你不知道什么东西是有意义的 你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有什么东西对你是有意义的 你看现在至少能证明出来 家庭婚姻对它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现在除了游戏之外 没有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 那未来呢如果连这个东西都对你没有意义了 还有什么对你是有意义的呢 你能创造什么样的价值出来呢 你在这个社会上的身份是什么呢 还是你这一辈子就是当击骨传花那朵花呢 这才是你今天要想的问题 至于你不要再把你妻子当成和你当时荒唐一样的人了 他不一样 你对他的包容不是太少了 而是太多了 不应该像他父母一样对他有无限的包容 我们对一个人严苛 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帮他 就这样 这是你老婆 家是要有规矩的地方 如果说他在过去的家庭里面没有立下规矩的话 麻烦你把他立规矩 如果你立不了规矩 或者因为你立了规矩他走的话 你就让他走 那个反而对他的人生是有帮助的 这哪里叫婚姻生活嘛 这完全是荒唐嘛 这个家真的完全不像一个家 这咋可以接受呢 自己想你想清楚了 你要再这样 反正就那样了 对吧 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跟我回来吧 我派你长大 看我 我派你一头 不让在那儿 那是我 好吃吗 我派你去下车 那我把您承讯住 我找到了 对 我派你 听似似的 还有 让你 我派你 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不然害了自己肯定两个人都出来 出来是肯定的 老公这唯一做对的一件事 就带他老婆来咱这儿 让他疼一下 来 来 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祝你们幸福啊 来 请回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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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啊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请回 看着是一个爱情的命题 是吧 实际是关于现在某些年轻人人生哲学的一个命题 希望给很多年轻人一些启示吧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他总是无理取闹和我提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 让我觉得特别累 我们在一起的这三年一直都是异地恋 每次见面时他都对我特别好 可一旦分开他就和失踪了一样 我只是想平平淡淡地过日子 不知道他为什么总是想一出是一出 为了和他在一起 我放弃了工作 可现在的生活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男嘉宾小卢 二十七岁来自河北自由职业 女嘉宾小薛 二十二岁来自河北戴业 欢迎两位 谈了几年啊 三年 好像异地恋很长时间是吧 对 几乎都是异地恋 结束异地恋没有现在 现在刚刚结束 刚刚结束有多久 半年吧 才半年 在一起半年就出问题了是吗 其实以前异地恋一直有问题嘛 那有问题怎么还能坚守下来呢 但是因为异地恋嘛 然后有时候见面的时候 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分开的时候就是不太好 然后我就想 是不是异地恋的原因 然后后来现在结束异地恋了 怎么结束呢 是我放弃了我在武汉的工作 回老家了 在河北是吧 对 不是 你们俩咋认识的呀 朋友聚会 我朋友一个对象吧 和她是闺蜜 就一起正常吃饭 干脆吵人好感的 就要了微信什么的 就一起走出去玩 就我追她了就 然后呢 然后走到一起了 然后你就去了武汉 那时候一直都在 就假期的时候回家了 因为在武汉上学来着 那你咋没追起啊 然后假期回家了 因为我有工作嘛 那等于现在你从武汉就到了回老家了 对 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对 哇 那异地恋谈得很辛苦是不是 非常辛苦 异地恋的时候几乎就是见不到面 差不多一个月有时候可能见不到一次 但有时候也能见下一次 然后他对我就比较冷漠 有时候发微信也不回 打电话又不接 就好像人间蒸发一样 就找不到人 没有 都是他自己无理取闹 那他在上课的时候我在工作嘛 那我怎么回他消息啊 每次都是这样说 然后但是他说我就说我不体谅他 那怎么不体谅啊 那我身边那么多同学 那人家都有人陪 那成双成对 那我凭什么不羡慕 那我跟他分享一些生活里的事 他还不愿意 然后他还不回答我 那我不分享生活 那恋爱还怎么谈 那有什么意思 就是他比较冷是吧 对 那你们要这么长时间的一列 难免会碰一些事 对不对 对 他会关心你吗 他几乎不怎么关心我 就我在外边的时候 有一次跟朋友出去 然后晚上就是出了点事情 然后去医院了 然后给他打电话 他也不接 打了很多个没有接过 多晚 11点多12点吧 11点多那年轻人来说 不算太晚 我觉得不晚 但是他不接电话 为啥 那时候我已经睡觉了 因为我是自营嘛 我自己干买卖 长期早起嘛 比较忙 还有晚上什么的 赶快放点的话 也没时间回答消息 到晚上11点的时候 已经很累了 就没时间看手机了 但第二天早起 醒来的话 我也回答消息了 他根本就不是第二天回的 我都住院好几天了 我都出院了 他才回我消息 才告诉我 他在干嘛干嘛 不是呢 你们俩那会儿就要谈恋爱吗 听你这么一说 你们俩经常断联系是吧 他经常不联系 我每天都跟他联系 就他不联系我呀 因为他在上学嘛 我们俩时间也不一样啊 你们俩又不是跨时区的恋爱 对吧 用得好像还得越洋什么什么 同时区的呀 他上课时我在工作 他下课就正好是中午时间嘛 就赶上饭点了 我比较忙一些 你不是自己做买卖吗 我带着餐饮呢 干餐饮咋了呀 都饭点比较忙嘛 饭点时候 再忙回女朋友一个电话的时间 总是有的吧 那时候我外卖比较多嘛 外卖 你反正你找理由啊 对吧 你九点钟以后忙完了 不打个电话吗 不想的话吗 他不关心我 他可以关心别人的 他可以不关心我 他关心谁啊 他关心他家狗 他有一只小宠物 然后那只狗 有一次也是晚上生病了 也是一点到十二点 他花好几千块钱 带那狗去看病了 然后我在医院的时候 我都告诉他了 他都没关心过我 现在他去关心那条狗 就是你住院的时候 你会发微信说 我住院了 他都没搭你 那我肯定要联系他呀 那他是我男朋友 我不联系他吗 他住院是因为 自己出去瞎喝酒造成的 现在是我喝酒的问题吗 是他压根就没有关心过我呀 那他只会去关心 他家那条狗 那狗上面上 你怎么不怪狗乱玩呢 那一个女孩 总出去喝什么酒 大晚上的 那我跟我朋友出去玩也不行 那你跟你朋友出去玩 我怎么没说你呢 那回去没那么晚呢 再说那狗 不是咱俩一起领养的吗 他都晚上已经吐血了 不要再去检查一下吗 他什么时候吐血了 他吐的就不是血 明明就吐了几个毛球 你自己看一下 他就没事 你自己就是慌张那条狗 你都没慌张过我 那我怎么知道我 那不再去查一下 他放心一些吗 换一下我钱怎么了 不买个安心吗就 行行行 不吵了不吵了 反正总而言之 这异地恋谈的就 南方比较冷带是吧 对 那你咋不走啊 那不是说异地恋的原因吗 那万一回来了 他不就不这样了吗 行行行 那异地恋期间还有啥事啊 那事多了 异地恋嘛 我说可能不能一起做很多事 然后我就说一起写本书嘛 一起写本书 网上有那种APP嘛 可以一起写 然后我先留点纪念 然后以后可以一起回忆 他倒好 是答应我了写了 写了一堆狗的事 那写的也不是我们 那他怎么不跟狗一起啊 那我每天都忙一个事情 有什么可写的呀 这狗运时间来一起领养的呀 那你写狗写吧 那我能接受 然后写了两天不写了 还有什么可写的 总得一个事情 那你都答应我了 你凭什么不完成啊 那每天不能让你看着狗 什么样子吗都 然后你坚持了吗 我坚持了 我自己写完了 写了多久写完了 因为每天都坚持 刚时写的 就是说写一年的事嘛 然后记录一下 然后我自己好像写了本自传 我在里边写东西 有时候吵架 不开心 我开心里边 但是他也不看 他也不去关心 倒也是个收获啊 坚持了一年 对 我自己写了本书嘛 名字叫啥 自己和自己恋爱的日子 对 可以改成这个名字了 或者我和小狗吃醋的日子 对 可以是吧 我跟小狗招风吃醋嘛 我就搞不懂了 总跟狗比什么呀 那你们俩这共同的回忆 就是你自己写书是吧 有美好的共同回忆吗 美好的有啊 他就有时候出差 也会去出差的地方 给我买一些东西什么的 带着我 然后也会飞武汉去看我 就有一次 我去杭州陪俊 因为我是加盟店嘛 我工作在杭州 我去陪俊厂业一个月吧 他说他想吃那杭州那小笼包 我当时说飞过去武汉 给他送过去了就 很浪漫啊 从杭州飞武汉 只为送一剃包子 那他想吃啊 毕竟里面不是特别远嘛 所以你不要老夸大事实 什么对狗都比对你好 那他对狗真的比对我好 他每天还给狗体检 还是买什么的 他对狗真超级关心 比对我关心多了 从杭州飞武汉 只为一剃小笼包 这可以啦这个 对吧 还有啥事 之前他生日的时候 他生日 我给他准备了一个惊喜 然后之前不是流行 那个后备箱惊喜吗 啥叫后备箱惊喜 就是在那个后备箱里 布置好多东西 里边有那个气球啊 然后灯箱 还有一些给他买的礼物啊 球鞋什么的 都是他喜欢的 然后我当时也是 从武汉飞过来 然后才给他弄的 然后我当天晚上给他弄好 然后我教他 我说你去后备箱 帮我拿瓶水 然后他去了 回来了告诉我 后备箱没水 有一堆乱七八糟的 那我就纳闷了 他怎么就是乱七八糟的了呢 那不是东西吗 他告诉我是乱七八糟的 我感觉吧 毕竟过生日嘛 俩一起简单吃饭了可以了 弄什么花里胡哨的呀 他在后备箱里面 画个气球灯什么的 那灯一热的话 气球不是炸的吗 多危险呢 你看 那别人怎么就没事 那你怎么就飞得有声呢 就我每次就策划一种 惊喜仪式感 老那么大惊喜 你还策划过什么 就之前还有那个 画那个T恤 我说给对方画一个T恤 然后东西都买了 我的都画完了 然后我刚才要我的 他给我买了一个现成的 那画画多麻烦呢 也不是什么好画的东西 那我买的不是你喜欢的颜色吗 我永远都在精心策划 他永远都在打破我的幻想 就永远不按照我的来 他那嫌弃我不按他思路来 都被对着干 对 他标心立意对吧 那你过生日他送你礼物吗 我过生日 我过生日那就更精彩 说说你的生日 我过生日 提前好久就跟我预热 跟我说 一定给你一个 今生都难忘的生日惊喜 超级期待 然后那天带我去参加 他不会婚礼了 我化了个妆 他带我去参加别人婚礼了 那早上不但也去公园溜着吗 对 去的还是免费公园呢 然后带我去吃别人的婚礼酒席 然后还跟我说 带我见证别人的爱情 我们以后也会这样的 这挺好 挺浪漫的呀 那不对 主持人 对啊 那当时新娘弄手本花 是被人抢来了吗 手本花 哦 这个浪漫 那不对 相当于给你求婚 那我生日的花 那为什么不给我买一个 为什么要去用别人生的 你傻呀 你这女孩真是不懂浪漫 这个好浪漫对不对 对啊 这个真的好浪漫 这个好浪漫哦 真的特别浪漫 就是说哎 下一个结婚的就是你 我要去 这相当于求婚爱事是吧 不也不也这样了 你的爱情吗就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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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好 这浪漫 我没给他买花什么呢 这本花不也抢来了吗 那生活不得有仪式感吗 那不得送我点东西吗 那我过生日 你都不送我点东西 这最后送了吗 不也送了那个镯子了吗 对 镯子 镯子更亲 镯子还是他钱你有剩下的 给我了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人家还不跟我说 还是我带出去以后 他朋友跟我说的 说这镯子他好像捡过 然后后来回家 一会儿是他钱你有剩下的 那我朋友说你也不知道我 哈哈哈哈 你看 再说了 我感觉镯子很适合你啊 那花同样的价钱 买个同样的镯子有意义吗 你看他愿意给他钱就有花钱 他不愿意给我花钱 不也是花钱买的吗 不也是花钱买的吗 还能给我花钱呢 就是不能给我花钱呗 那他也是花钱买的呀 哦 那我给你花钱的时候 你就可以收着 那你为什么不能给我花钱呢 哦 你花钱我买了那个鞋那么贵 两千多块钱 那你不也穿得好好的吗 那我不是不知道价钱吗 那买个基白鞋不一样穿吗 啥意思没听懂 我之前给他买了双那个情侣鞋 他穿的时候可开心了 后来跟我说让我把他催了 为啥 太贵了 因为他上学了没什么钱嘛他 哦 那不是对你挺好吗 那我这么精心准备 他告诉我让我催了 那我怎么想 那他不就是不在乎我这时候心吗 不是挺在乎你的嘛 我看他挺上心的对你 是 他花钱买的这个钱是我还的 那我不也还给你了吗 什么叫你还的 那我还给你了呀 他跟你的那个 你理解吧 他不在一个点上 但是他还是挺爱你的 你挺喜欢他的是吧 只是方式不一样而已 就是 这不是已经结束异地恋了 我们就好好过不就行了吗 又发生啥了 工作吗 结束了又什么用 我说了我不想在家那边 在家那边找个工作 跟武汉那边差太多了 然后我就想来天津那边发展 然后他不来 他想在武汉 但武汉南方天津太潮湿了 我北方人有点受不了 然后我不妥协了吗 我回来了吗 然后呢 然后他又来天津 你们老家是哪儿的 说了吧 老家青红岛的 多次有个门店 是干餐饮的吗 是我朋友 我们俩一起干的 我当时就想 毕竟从武汉回的话 咱们一起开店不挺好吗 开分店什么的 富气小店吗 现在不也挺多吗 嗯 那那也不是我追求的呀 那我就想找一个 我自己想要的东西 那我平时也是个经济来远呢 不是 你想干嘛呀 那我肯定要找我专业对口的呀 你学啥专业的 我学金融那方面的 那我跟他我能干什么啊 那我为什么不找一个 更有发展前景的工作 不是你找啊 没人拦着你啊 但是我不想结束一滴 连啊 如果我来天津这边找 我们不又一滴了吗 那天津里青岛本身都不远呢 那开车的话两个小时 一个礼拜见一次不挺好的吗 不不 你先找好工作 你把面馆开到我们天津来 不就完了吗 那我们是两个人一起干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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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大家一起来 我到每个小时 你们的小时 Observen 你们的小时 你们的小时 我要让你的小时 我们要是要从小时 是在这个小时 ge lik 小时 我们的小时 课后 你 老师 可以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活当中确实有好多的爱情 最后是败给了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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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WordPress Barbeas 465,000いき 第三个还饿 нее试erald 我们不要合 robi 没有 techniques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也是你对前女友的心思呀 你买了这个镯子的时候是想了 你前女友的那张脸买的 对吧 所以这一点我不赞同 我觉得不是节俭的问题 你可以把它退了 然后这不是重点啊 重点是什么 你不愿意花时间 也不愿意花心思 不愿意花精力去琢磨女生在想什么 其实你说你不理解嘛 你理解 但是在你看来 你就会用一种不屑的方式去回应 她想要让你懂的那些点 就很简单 打开后备箱 刚才我们哈哈一听一乐 但是我 就我再想一下 就如果真的是一个女生 给男生精心准备的这个 然后她打开以后 回头跟你说 就一堆乱七八糟 我要那女的 我就真能气死 就是真的 你不懂的那个点 太可气了 而且这一点 也让人很无奈 你不懂吗 你又懂 你也知道 这是在代表什么意思 然后你还不领情 所以就是这个 你没有办法理解到 她的这个点 让她觉得很窝火 然后说到 就是异地恋的问题 为什么老说异地恋难 异地恋难 其实异地恋考验的是 情侣之间 更多的一种相爱的能力 你们要没有这个能力 在一起也白答 她还是不懂你那个点 她还是没有办法 给你想要的浪漫 她还是那么点儿郎当的 就让你觉得 你对我们的爱情不上心 我还没有你们家狗重要 所以这跟异地恋 没有什么关系 而且异地恋的情侣 走到成功 靠的不是说一个人 单方面地结束这个远距离 而是靠着两个人 有共同的目标 共同想要结束这段异地恋 并且两个人能够 去达到这个目标 最后走到一起 这种的恋情 才是能成功的 你们俩是你单方面的 然后现在就僵在这了 你们两个人感情问题 跟异不异地恋没关系 你就大大方方地 踏踏实实地去你的天津 你不想跟他去 你就留在秦荒岛 好好开你的门店 不要把所有的感情问题 都甩锅给异地恋 异地恋不背这个锅 就这样 女生得明确一件事 你辞去了武汉的工作 是因为要和他在一起吗 对 那你觉得再跟他在一起 半年左右 觉得不合适 可以回武汉 为什么要跑天津去了 因为回都回来了 回都回来了 都已经回到这边了 你为什么 我本来 你为什么要到天津呢 你拿着这个时间 去了解天津了 他说想离家近一点 因为他之前跟我说 回来了以后 就找离家近的地方 我认为 异地恋让你们忽略了 很多的东西 异地恋可以瞬间的一种激情 让你感觉 这就是爱情 但实际上 他忽略忽略地对你的那种感觉 就是因为 他不太专注你的感受 他一忙自己 都会忘掉你 所以你不得不到他身边 但是你到他身边之后 你发现并非如你想的那样 所以你可能会觉得 是不是这个地儿不合适 甚至是你的工作不合适 所以我们要直击直面 你们之间的感情问题 到底是什么 异地恋可以让你们相处两年半 但你们在一起 却不愿意共同度过这半年 你要觉得幸福 你怎么可能要离开呢 并且拉着他离开呢 而且你还会打一个标签 当时你说过 你要去武汉找我的 你没有做到 但是我来找你了 现在该你表现了 男生啊 到底他重要还是事业重要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为什么给出的承诺 不去兑现 为什么女生已经做出了 放弃自己的一些权益 为你而来 你却不愿意为他多走一步呢 为什么 我不是建议你们一定要到天津啊 因为你压根就不了解 为什么到天津 我觉得难道你真是要 逃离一个地方 换取一段 可能不该继续的感情吗 三年了嘛 不能放弃 因为三年了嘛 沉默成本太高了 但真正是否合适 好好的你们俩都记下心想一想 就这样 我就最新一直在研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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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给你更好的生活 你就以给我更好的生活的名义捆绑我 我感觉并没有 永远都是这样 我想得到的答案永远都得不到 就只能是听你在这跟我说一些 给我更好的生活 给我什么什么东西 我其实不需要你给的 我要让你陪我一起去流浪 你却跟我说 留下来吧 你怎么可能把姑娘留下来呢 好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 2360 630 情感困惊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这个预测有点意思了 挺扑术迷离的 但我依然认为 他们这段恋情通过维护 还是有希望的 双出 我觉得双出吧 我觉得男生肯定要出来 因为他一直都没动 女生可能不会出来 男出女不出 来吧 看看他们自己选择是怎样 开门 我就就 没有爱过吗 女生已经问得很清楚了 我要的你能给吗 这就是你说那个 一百块钱一百块钱 行挺聪明一个姑娘 知道到这个时候 最后的一百不能再要了 因为再要下去 那就是个悬崖 祝他们幸福 找到各自的爱人 找到真爱你们的人 和你们要的幸福 再次感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